鉴于法国布尔冈、法兰奇、康迪及大东部地区、德国北莱因、威斯特法轮州地区、日本北海道以及西班牙、拉里奥哈、马德里及巴斯克地区爆发2019冠状病毒感染个案所引致的健康风险。 3月10日晚,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宣布对上述地区发出红色外游警示。 此外,特区政府已于2月28日,基于意大利艾米利亚、罗马涅、伦巴蒂及威尼托三个地区爆发2019冠状病毒病个案所引致的健康风险,对以上三个地区发出红色外游警示。 政府方面表示,由于近日意大利全国的2019冠状病毒病个案数字持续急迅速上升,政府将现实对意大利上述三个地区生效的红色外游警示扩展至意大利全国。 红色外游警示提醒计划前往上述地区的市民调整行程,如非必要,避免前往。 此外,香港特区政府卫生署,议会对上述国家及地区抵港的旅客加强卫生检疫安排。 根据安排,从3月14日临时起,卫生署港口卫生科人员会向所有于抵港前14日曾到上述国家及地区的人士发出检疫令,并安排有关人士入住检疫中心进行检疫。 该检疫安排,易于同日起,适用于意大利全国抵港人士,早前公布就抵港前14日曾到韩国及伊朗的人士的检疫措施,现实仍然维持不变。 卫生防护中心发言人表示,政府在制定港口卫生措施以应对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疫情爆发前都会进行详细风险评估,除了会考虑感染人数,其分布及增加速度外, 议会考虑当地监测及控制疫情的措施,及香港居民到访当地的频密程度等因素。 卫生防护中心提醒公众,香港近日录得数宗2019冠状病毒病确诊个案与曾前往印度的旅行团有关, 显示当地可能已出现社区传播,鉴于全球各地2019冠状病毒病的疫情正在迅速蔓延, 中心建议公众应考虑延迟所有非必要的外游计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